30岁妻子被人当着丈夫的面 长期侵犯长达两年之久 丈夫气得咬牙切齿 妻子却劝丈夫不要冲动 我还是爱你的 他说我恨不得做他一顿 我就说我说你不要打他 我说他那么高那么胖 你打他不赢 我说我心里还是爱你的 每次被人侵犯后 妻子都以同样的话术安慰丈夫 直到两年后 那人奇迹般的消失不见 今天要讲的故事 简直堪称奇葩中的奇葩 不信你们接着往下看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2年2月21日 地点湖北武汉 一名从河南南洋来的女子 急冲冲跑到武汉 声称自己的丈夫 已经失联一个多月了 她丈夫名叫黎门庆 42岁 同样也是河南人 黎门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在武汉一个工地干活 然而黎门庆的个人用品 似乎都在租住的房间里 并没有离开的迹象 黎门庆的老婆守在房间里六天 仍未等到黎门庆的出现 无奈之下 只能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立了失踪案 到黎门庆干活的建筑工地 展开调查 据公投说 黎门庆是在元月六号失踪的 她甚至连去年的工钱都没结 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事情 听完公投的话 警方也感到是有蹊跷 于是立刻赶到黎门庆的租房 进行仔细勘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满墙遍布的喷溅血迹 让民警们大失一惊 虽然已经被人清洗过 但在专业仪器的照射下 依然让人有不祥的预感 经法医对血迹进行检验 警方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黎门庆已经遇害 而且遇害时间很可能就在一个月以前 鉴于案情重大 警方立刻启动命案侦查机制 展开调查 据公投反映 工地上一个叫尹大郎的工友 或许有点问题 尹大郎40岁 湖北罗铁人 黎门庆与尹大郎原本是一对好机友 天天在一起把酒言欢 好不快活 然而有一天 突然 尹大郎找到公投 让他管管黎门庆 胡公投告诉民警 这两位曾经的好机友 一定遇到了什么问题 搞得反目成仇 那么尹大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尹某给我们感觉 这个外表 应该是个很老实巴交的这个农民工的形象 尹某的妻子和工友 只要是认识他的人 全都不约儿童的评价 尹大郎就是个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胆小怕事的人 他基本不跟任何人打交道 正当警方要调查尹大郎时 他竟然自己跑到局子里反映情况 谁知道 尹大郎屁股刚坐到凳子上 就丢出了一个炸雷 他坦言 黎门庆就是他杀死的 而且黎门庆还被他碎成了几大块 他将主体抛进了河道 其他部分埋在了一处工地 尹大郎的老婆知道丈夫被捕后 也是自责不已 我感觉一知道他出这样事 我就感觉我是最大恶极 我就感觉我是照天雷打 照天前 我就哭嘛 我是是我的 是我惹的后 尹大郎的老婆名叫夏金莲 他为什么会说是自己的错 故事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那一年 34岁的夏金莲 嫁给了36岁的尹大郎 婚后 尹大郎扛起了家里的大小事物 让夏金莲有一种被宠上天的感觉 做饭啊洗菜啊 他什么都扫地啊 什么都做 嗯 他什么都做 在家里还要去山上砍柴呀 他反正他好勤快的一个人 他是实实在在的疼我 两个小孩子也疼我 夏金莲属于二婚 两个孩子也是前任老公的 自己也不能再生育了 但尹大郎都视如己出 对夏金莲三母子疼爱有加 我做错了也好 不管怎么样了 他都不说我一下 跟他过四年日子 他没骂我一句 没有没有 没有打我一个指头 2010年 尹大郎为了挣更多的钱补贴家用 决定到武汉左右起工 夏金莲觉得老公太老实 害怕他被人欺负 也决定跟随尹大郎 一起去当个小公 一方面有个照应 另一方面也多一份收入 然而就是夏金莲的执意跟随 改变了两个男人一生的命运 夏金莲在另一个工地当小公 结识了跟他一个工地的离门去 他这个人有点爱推 谁我是有点爱推 他在我公寓面前讲 他一生他有几个在哪里做事 搞几大的工程 在海南 在强国跑了多少位置 包括女人有多少 家里外面武汉都有 他这个人都都讲过 离门庆不光爱吹牛 还爱帮助女工友 一来二去 夏金莲就暗自对离门庆有了好感 并且夏金莲还多次在老公面前提起离门庆 禁说他的好话 老实巴交的尹大郎 还真就对离门庆心存感激之情 为了感谢离门庆照顾自己的老婆 两口子经常请离门庆到家里来喝酒吃肉 甚至还腾出一个房间免费送给离门庆居住 没想到离门庆居然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摸到夏金莲的房间将他强行掳走拔了萝卜 老实懦弱的尹大郎居然听了老婆的话 对离门庆的所作所为延忍了下来 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然而要忘记这种事又谈何容易 本来就不爱说话的尹大郎 至此以后变得更古皮 他一天就只做三件事 拼命抽烟一天三包 拼命喝酒一顿半斤 拼命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 尹大郎想着大家都是成年人 应该知道分寸 不需要他来提醒 然而尹大郎错了 离门庆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拿着这事到处吹牛险呗 闹到工地上几乎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仇事 一个正常的男人怎么能承受这样的侮辱 引大郎两口子的容忍 实际上反而助长了离门庆的嚣张气焰 他不仅白天在工地上公然对夏金莲动手动脚 晚上回到租房更是直接动手抢人 趁着夏金莲出来关水的功夫 离门庆就能得手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又过了一个星期 尹大郎被离门庆折磨得实在受不了 老婆又不让他发飙 尹大郎就只好向公投求助 然而公投却跟他说 这是家务事 他也没有权限管理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报警处理 然而尹大郎两夫妻却没有报警 他们错误的认为警察可能只管打架斗殴 不会管他们家的迫事 还有就是离门庆在自己床底下 长期放着一把五十米长大砍刀 每次两夫妻看到那明晃晃的大砍刀 心里就害怕 时间一晃 夏金莲的两个孩子都放了暑假 尹大郎想着这下好了 以此为有完全可以将离门庆轰走 没想到还没等尹大郎开口 离门庆就主动走了 尹大郎这头正高兴呢 却发现离门庆搬着行李往楼上算 好家伙 这小子只是从三楼搬到了五楼而已 他们以为离门庆这回要偷走了吧 然而并没有 他悄悄顺走了夏金莲的房间钥匙配了一把 一到深夜就打开夏金莲的房门 将熟睡中的夏金莲偷走 如果他们反锁了房门 离门庆就会在凌晨三点钟 准时敲抢他们家的大钢门和扶手 还大声喊着要夏金莲上去赔的 如果不赔 他就一直敲到天亮 一旦开门 离门庆就会直接上手脚 面对离门庆的步步紧逼 引大郎毫无办法 左思右想之后 两口子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搬家 然而搬家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被他知道了 离门庆威胁夏金莲说 除非你离开武汉 不然你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就即便你回到老家 我也能找到你 威胁过后就是变本加厉的侮辱 现在不光是不回避 并且还要当面与他妻子发生关系 事后还要在他进行人生的侮辱 好像我不能做事一样可感觉 那我生气了 他还把我抱着走 后来我老公妈妈他就好气 他就起来了 气得发抖 气得牙齿咯咯咯咯咯的响 面对离门庆的侮辱 引大郎的心里积攒了无穷的愤怒 我说你不要这样 我说不要生气 我说我还是爱你的 我就说我是明年 我是今年三三 我在这里明年 我不来了就可以了 2011年临近春节 夏金莲决定提前回老家 然而等他回到家里才发现 手机钥匙和钱不翼而飞 很显然又是离门庆搞的鬼 于是夏金莲叫尹大郎 去把手机钥回来 谁知三天后 夏金莲再次联系尹大郎 问他手机钥回来没有 尹大郎说离门庆已经三天没去上班了 这人消失了 夏金莲不知道的是 尹大郎已经杀死了离门庆 还将他大谢八怪 据尹大郎供说 当时他鼓起勇气 上楼找离门庆讨要手机 离门庆非但不给 还要当面侮辱他 让他下跪 于是尹大郎跪着求他 但换来的只是更大的侮辱 回到寝室后 尹大郎想起两年来 离门庆对自己的羞辱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颠生 他决定不再忍让 操起一把锤子 再次走向了离门庆的房间 离门庆显然对他又是一顿羞辱 但这回尹大郎没有惯着他 一锤子送走了离门庆 作为一个有妇之夫 你去勾打别人的妻子 然后并且当着别人的面 跟别人的妻子发生了关系 以后还要对别人的老公 进行人生的侮辱 我感觉到这种人是伤心病狂 猖狂自己 本案无疑是一个悲剧 尹大郎一开始就不应该忍让 而尹大郎妻子的做法 更是大做特做 你们说呢 晚安 马卡巴塔 晚安元宝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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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